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孫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虽然我们只是在两年之前 才招收第一批学生 但是其实筹备工作 都是经历了好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 有很多人士 校内的人士 校外社会的人士 因为认同我们的愿景 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们在这里需要衷心感谢 中大全部的书院 都有一个叫Orientation Camp 一个营生营 因为我们没有旧生在那儿 所以这个营生营就是 老师 包括我自己 和我们一些 general staf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看到书院的大楼是落成了 同学都是在寒假的时候 能够迁入了书院的宿舍 宿舍的环境 书院的环境是非常之有美 提供了条件 给同学一起生活 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项目 帮助同学 朝着幽缘去发展 新里面是一连班 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是非母语的 当然我们有普通话的 中国大陆内地来的同学 也都有国际生 也都甚至是有交换生 在2012年招收了第一批同学 现在已经有两届 总共大约150个同学 我们学生群体有两个特点 第一 我们学生人数很少 每一届只有75个 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真的能够做到一个亲切欲和的气氛 第二 我们招收的学生 刻意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 一方面固然学科各样都有 第二 我们当然有大部分是本港的学生 但也有相当多是来自香港以外 五湖四海来的不同的学生 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 这么亲切融合的一个团体里面 一气学习一气生活 互相切磋 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 会有更多的同学 会认同我们这样的愿景 希望能够参与 加油我们这样的社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此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